曹操到晚年的时候呢 过得不大太好 首先在战争当中 一直没打过什么大胜仗 在汉中呢还输给了刘备 这是起始大辱 更重要的是 他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 一直不太顺利 选曹批呢 总觉得他差一点火候 在哪有那么点不放心 但是选曹执呢 又觉得他有点神经刀 比如说 你让他去打仗的时候 突然喝醉了 你说这喝醉了 有人说 这是曹批故意陷害的 你也没有什么证据呀 然后呢 不该你走的道路 非得自己驾车跑过去 神仙都救不了你 所以呢 只能选择曹批 选了曹批之后啊 又担心他跟陈群 司马仪这些人走得太近 你像司马仪陈群这些人 他都不代表一个人 他背后代表一个大家族 你像陈群这个家族 不仅是影川陈氏 在朝廷世代为官 另外像在徐州的夏批陈氏 也是很了得呀 陈规陈羽陈登 这些人在当地呼风唤雨 本身能耐就很大 同时呢 他能决定地方官是谁 动不动 我选谁当周末 朝廷派人来 我不在乎 我甚至联合这个地方官 能把他打跑 你想想 这都是什么人物啊 这些人 如果不能及时按压住 那老曹家的江山 能坐稳吗 所以曹操心情很不好 这还不算完 就在丢了汉中之后 官宇这边又发威了 睡焰弃君 斩了庞德 抓了于尽 同时呢 又围住了曹仁 你说这种情况下 曹操就决定 是不是把首都往后挪一挪 离前线远一点 万一曹仁守不住 让官宇冲上来 这就很麻烦了 结果呢 司马懿跟他讲了 哎 没有必要啊 官宇发威 不是他本身有多大能力 他是借了水士而已 正好赶上发大水 四周城都被淹了 我们都是步兵 跟人家打不了 等到水退了 官宇没什么可屏障的 自然就不用担心 另外呢 刘备这边夺得一周 又占了汉中 官宇还要取得襄阳和凡城 在这种情况下 孙权肯定逼我们着急呀 为什么呢 他不能眼看刘备做大呀 如果现在我们联络孙权 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呀 但是呢 曹操有点犹豫呀 我跟孙权能合作吗 自从赤壁大战之后 我们两个之间一直在打仗 但是司马懿等谋士一致认为呀 说孙权这个人 就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 在关键时刻 他一定会站到利益这一边 而不会站到朋友这一边 所谓的孙流联盟 那就是一个利益联盟 没有利益就没有联盟 这些话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非常有道理 孙权这个人 确实很懂得见风使舵 当我需要的时候 我马上跟刘备合作 跟你交换土地 甚至把妹妹嫁给你 跟你联姻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取得益州之后 我跟你讨要荆州 也是毫不客气呀 马上就翻脸不认人 同样跟曹操作战 也是如此 在赤壁大战之后 孙权和曹操之间的战争 就没有间断过 公元213年的时候 曹操专门领着大兵 来攻打如虚口 孙权呢 带兵迎敌 双方又隔着江开始对峙了 首先 孙权趁曹操这边立足未稳 马上找来干宁啊 给他3000人马 让他直接打曹操一个措手不及呀 干宁呢就选了100名死士 准备直接夜晚就攻打曹操啊 手下这些都督就有点犹豫了 说你看咱就100人 咱不是有3000人吗 这样打咱能行吗 很紧张 你面对的是曹操啊 结果干宁眼睛一瞪啊 大家受主攻恩宠这么多年 我都不怕死 你们有什么可怕的 赶紧给我拼就完了 大家听了之后啊 干脆把这碗酒一喝了 等到晚上的时候 干宁领士兵悄悄的潜到曹操附近 裹上盔甲不发出声音 不让盔甲闪光 同时呢 嘴里吊着刀 一点点到营下 把这个鹿角这些障碍都给清除掉 突然之间杀到大营里头了 这下可好了 曹操军队以为是大队人马来了呢 马上乱成一团 大家有吹号的吹号 点火把的点火把 结果呢 干宁这边杀了几十个人 转身跑了 曹操正乱的时候 干宁已经回到孙权这边了 孙权这边就等着干宁呢 看着干宁回来之后啊 派着干宁是非常高兴啊 你这一下可把曹操这老小子给折腾坏了 而且呢 说出那句非常有名的话 梦得有张辽 孤有姓霸 足以匹敌也 但是这件事情啊 有点不对劲 这件事情发生在张辽威震逍遥金之前 那时候张辽还没有这么有名气呢 所以很多人都怀疑啊 说这件事记载的时间点有误 它不是213年发生的事情 是张辽威震逍遥金之后 第二次如虚之战发生的事情 自治通鉴就认为这件事情写的有毛病 所以呢 就没有把这件事情写入自治通鉴的历史当中 在三国演义当中 把这段也放在了第二次如虚之战 所以啊 你看看 这个史书你要细读 也能发现一些问题 当然啦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后面的话 这次如虚之战 最出彩的还是孙权本人 孙权和曹操对峙的时候 水军肯定是东吴厉害呀 曹操刚来嘛 就折损了几千兵马 好多人都掉到水里了 这种情况下 孙权出战告捷 就专门做了一艘大船 去探探曹操的风向 结果来了之后呢 曹操说 哟 有船来了 马上就放箭 孙权那个船只傻就挂了不少弓箭 孙权说 挑头 别着急 让内面也接受一些箭矢 双方呢 就能保持平衡了 果然 把这个船掉个个 这边落满了箭 之后 孙权从容的返回了 在三国演义当中 孔明草船借鉴这件事情 就是来自孙权 这个灵感 等到孙权 第二次再探曹操的时候 曹操得到消息了 告诉手下中将士 不要轻易放箭 我们看看孙权 到底要出什么幺蛾子 结果 孙权大么大样的到曹操转了一圈 转身 往回走 而且回去的过程当中呢 还要求手下人 敲锣打鼓 非常从容的离去了 曹操看着孙权远去的背影 说出那句著名的话 生子当如孙仲某啊 后来呢 这句话也被心气急 放到了他的著名的词当中 流传千古啊 我一直在想 曹操跟孙权 说出这种话的时候 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仅仅是夸孙权吗 没想到自己的孩子怎么样吗 他一定是啊 你看人家家的孩子 学习多好 把父兄的基业 开展的这么好 而且呢 还是独来独往 非常的有作为 我儿子行不行啊 我这俩孩子学习 能不能赶着孙权呢 所以呢 回来就让自己手下这孩子 纷纷的开辅 努力学习 你们也像人家是 他报班 咱们也要报班 他学乐器 我们也学乐器 孙权能做到的 我这些孩子 一个都不能少 所以曹操是拿着孙权的标准 来衡量曹批和曹职的 为什么曹批和曹职这么痛苦 不在于其他 就在有个别人家的孩子 在那比着呢 说到这儿 咱们也要正本清源 在双方对峙的时候 孙权特意给曹操写了一封信 其中很著名的 有八个字 叫春水放生 公衣素续 现在春天马上就要来了 水越涨越大 战事拖得越久 对你曹公越不利 还是赶紧走吧 翻过来在信纸的背后呢 还有八个字 是足下不死 孤不得安 有你在 我就不得安生啊 曹操看了之后 是仰天大笑 孙众谋不欺我 他说的有道理 确实曹操不适合水战 水势盛大的时候 对他是不利的 在这种情况下 春水放生的时候 曹操就主动选择了撤军 作家冯唐呢 有一首很有名的现代诗 春水出生 春林出生 春风实力不如你呀 他写这首诗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从孙权 这封信当中 得到一些灵感 在东晋的时候 有一本小说 叫做搜神记 他写一些神神怪怪的事 非常有趣 很好玩 有机会我们专门讲讲的 他其中有一段啊 就写到如虚口之战 说如虚口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大船 水面一小的时候呢 这个船就露出来了 老病人就讲过 这就是曹操 在跟孙权作战的时候 被人家打沉的一艘船 曾经呢有这么一个渔夫 晚上呢就把船 停到这艘大船的旁边 就寄在上面了 晚上呢就睡着了 等到半夜的时候 就听到司主管弦之声 哎 这是什么情况啊 隐隐约约呢 又闻着一股香气不鼻 睡得非常舒服 紧接着 梦中就有人驱赶他了 说你赶紧走啊 这是官家的哥哥记的船 你怎么能随便在这旁边吗 赶紧离远点 哎 就有人赶他了 那么这艘船到现在还在当地呢 这个故事东京人写的小说 显然是编的 但是啊 当地有这样一些旧的战船 也意味着当时就是一个古战场 确实曹操在这里吃了暗亏 但曹操毕竟不是一般人 水上我打不过你 等到陆地上 你就没占什么便宜了 果不其然 等到孙权 养精蓄锐 主动攻打合肥的时候 就遇到麻烦了 当时什么状况呢 曹操没有再合肥 自己回了夜城了 在合肥前线 只留下七千人守城 守城的有三员大将 首先是张辽 李典和越晋三个人 曹操走的时候 留下一个锦囊庙记 说将来孙权领兵来攻打的时候 你们把这个锦囊庙记拆开 那个时候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结果呢 孙权领着十万大军 并临合肥城下 大家打开这锦囊瞄击 一看什么呢 非常简单嘛 说是贼来乃发 一旦对手来的时候 张辽和李典 二位将军出战 越晋守住城池 几个人一看就懵了 这里面没有什么具体作战方案 没有什么骑兵啊 就是让咱去打一下 到底打不打呢 张辽肯定要出战呢 但是李典和越晋 就显得比较犹豫啊 张辽一看就很激动啊 直接拍桌子 你们二位如果不出战 我自己出去打 曹公已经明确告诉我们 要杀出去 不能在这里死守 先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然后鼓舞士气 我们再守城 就能守得住 否则的话 以这七千人 就这么守城 很难守得住啊 越打士气越没 你们如果不去 我自己去 这番话 把李典和越晋都感动了 李典当时讲 没错 张将军说的对 我跟那一起杀出去 于是啊 两个人就带着八百精兵 杀向了孙权的队伍 当时呢 孙权的兵丁啊 刚刚在周围安营扎寨 还没有来得及做好 很好的防护 事先也知道 对方只有七千人守城 谁想到 他们能主动冲出来啊 这八百人 是如狼似虎的冲出来了 一下 巴斯东吴的队伍 就给冲乱了 一直杀到孙权面前的 孙权就在一个土坡上 双方相距很近的 这种情况下 东吴的将士马上围成来了 团团保护住孙权 张辽一看 冲不过去了 怎么办呢 驳马往回走 往回傻 正在回车途中 听到身后有人喊 将军舍我们而去了吗 一看 还有一帮兄弟没出来 二话不说 张辽领志人又杀回来了 给整个东吴的大营 冲的是七零八落呀 几百人给十万人的打军 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回城之后 果然城内士气大振 众之城城 赶人守城吧 反过来 再说孙权这一边 你想想 十万人的军队 你八百人再冲出来 也就是打我个措手不及 有什么用啊 虽然有点损失 也是不大 下一步怎么办呢 就是把城围住 准备慢慢攻打了 但是没过多久 孙权这边准备撤兵了 非常的奇怪啊 无缘无故 孙权怎么撤兵呢 就是因为孙权的军队当中 闹起了疫情嘛 军队当中水土不服 异病流行 丧失战斗力了 你想不撤都不行了 这跟曹操 在赤壁大战的时候 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 这个瘟疫对谁都是公平的 所以怎么办呢 孙权只好转身撤退呀 就在撤退的过程当中 张辽又领兵往前追了 当然了 孙权也是比较大意啊 他首先让打部队撤 然后呢 他亲自带领一些将领断后 他没想到张辽能追得这么急 张辽领的队伍 直接就追查上来了 东吴本身无心恋战 打算撤退 再加上张辽如狼似虎的军队呀 是一直在不断的溃败 到最后什么程度 孙权赶上一个断桥 险些过不去呀 后面追兵就上来了 再晚一点 孙权就被活捉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 他手下一个不将就的鼓励 狠狠地抽孙权这个战马 战马一跃之下 跳过了这样一个断桥 这才保护住孙权没被活捉 在这种情况下 甘宁这边也显示出他的冷静啊 他正打的过程当中 听着手下那些鼓舞士气的这些吹鼓手 没有声了 他就回声喊 怎么不鼓舞士气呢 这个时候不要乱 你看看还是非常的镇定啊 正是有这些将军的血战 才抵挡住了张辽啊 张辽威震逍遥金 那确实比较勇猛 但是呢 我们也要实事求是的讲 这场战役当中 孙权自身遇到了瘟疫 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很多读者容易把这段给跳过去 误以为完全是张辽个人的努力 所以呀 人努力还要挺茫茫啊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